申請移民 做儘管做 家裏說要做 相信他們的意義就做 哪有可能 填寫東西拿去之後 很長時間都沒有那件事 接著就搞民建聯 91年底92年 叫我做民建聯主席 什麼什麼 我還記得民建聯一成立之後 很多外國在香港的領事都來找我 包括加拿大 當時有一個負責 即是Political Desk的一個consul 出來跟我談 挺好談的 吃飯談 突然之間有一天就收到 說接受了 那麼 叫我去驗生 要去做 用一個驗生報告 當時我在家裡說 我在搞民建聯 糟了 很怕不走 怎麼辦呢 但是女兒很想去 我女兒當時在聖保羅南女校 讀法六 她有個老師 是教這個EPA的 不知道李科 讀法六 可能就有科EPA 上課講書 講到政治 就講到民建聯 大罵民建聯 大罵曾慾成 這樣也不要緊 沒所謂 為什麼他罵罵一下呢 醒起 然後曾慾成的女兒坐在那裡 所以他立刻就收聲 神情尷尬 公務女兒就更加尷尬了 對嗎 我覺得很無人 有壓力 我理解 我覺得是很可憐 我也知道 那時候搞民建聯 是在爭議性中 因為六四後沒有來 我出街也遇到很多 不友善的 敵意的眼光對待 也有 這些事情沒理由 女兒也要去捱 不是 當時家裏就說 繼續扮住 到時再算 那就搞了 那為傻居居就去驗身